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服装设计并没有那么那么牛逼啦 虽然大家都在说他是服装设计出身的 但经过我的搜索和查证并没有在公开的履历或者声明里面看到类似的信息 他一直都是画漫画的 辐射出身的说法感觉更像是一个谣言吧 这个我们后面会继续聊 不过大家也不要误会 我不是来黑他的 无论他是不是辐射出身 他的服装设计也绝对有讨论的价值 而且他的辐射真正牛逼的在其他的地方 至于是什么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剖析一下荒漠的辐射逻辑 第一个服装景天人物状态 舅舅的辐射一开始也没有那么疯狂 而是有一个演变的过程的 以第一部屌爷为例 童年时期与爱记蝶型领带的大乔相比 使吉尔荣静这个贵族圈子的他更加保守一些 都以普通领带为主 但长大后又和大乔反而过来 大乔更加的正式 而迪奥则敞开领扣换成领经相对潇洒 其实这和他们的出身是有关的 毕竟大乔原本就是贵族 衣食无忧 没啥烦恼不拘小节 而迪奥出身贫苦 为了融入贵族 反而礼数周到身世满满 后来大乔认识到自己应该顶天立地 所以开始收拢 而迪奥则心怀鬼胎 独死养父计划泡摊后开始放飞 用了当时维多利亚时代 女性专用的羽毛元素 再然后他决定不再他妈做人了 就更加放飞了 甚至将女性的内衣外穿 比如他这个长得像束缚一样的东西 这个蓬松裤子加长靴的造型 很像是几个世纪前文艺复兴时流行的产物 可能从这个时候开始 屌爷就已经和时代脱节了 完全由自己喜欢的去穿搭 再到后来的星辰远真君 他的新皮肤带了些许埃及的元素 比如手肘以及这双默仁的鞋子 这些都没什么 关键是他搭配了这巨他妈骚的 美国西部牛仔开裆裤 里面还穿着连体黑丝 我是说紧身衣 我只能说跨度是真的非常大 对比衣着裹得非常严实的主角团 也显得异常的突出 好像他才是主角一样 虽然但是你们会发现在这一季里面 屌爷有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对上衣过敏的 他几乎是能不穿就尽量不穿 没事就爱挥洒一下 不知道哪里来的体验 整季下来是给足了迪奥不穿上衣的戏份 汪物之所以对屌爷的肉体如此执着 我认为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是突出屌爷的性吸引力 动画里面很多这种吸血镜头就带有这种暗示 二十四八十年代确实流行这种大唧唧的画风 三就是人类对肌肉有与生俱来的崇拜 这是力量与生命力的象征 古希腊人就爱把神的幻想投射在赤裸的雕像上 肉体才是最美的衣服 或许荒木就是想把迪奥这个人物塑造成一个神吧 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像屌爷这样服装跟着角色成长而变化的不止他一个 陈太郎也算 但他没有屌爷那么外放和高调 他的衣服一直都是一个阔型的 但不同的是他有一顶非常神奇的帽子 这也就是荒木服装设计的第二个逻辑 辨识度 不同于某类动漫 切片一律的M字形刘海 从来不换衣服 变个发色 变个美瞳就成了另一个人物的画风 相比 你是无法在99的故事里面找到两个相似的角色的 因为他每一个人都画得非常奇葩 这就是辨识度 就拿陈太郎这顶和头发融合的神奇帽子来说 按照荒木的原话 陈太郎的帽子根本不是帽子 那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因为他绝对不会取下来 这句话当然是玩笑 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不止一次取下来过 但是我的理解是 荒木指的是这顶帽子 是用来提高陈太郎辨识度的一个道具 他单纯的希望读者能够从这顶帽子 或者说陈太郎的背影就能够认出他 事实上每一个漫画家都希望自己创造的角色 能够让读者过目不忘 因为是漫画 所以最重要的一定不是颜色 所以就只剩下外形了 能够不看正面就能够认出这个角色 那么这个角色就是成功的 所以我们会发现 无论陈太郎在后续作品中换了多少套衣服 他最具有辨识度的帽子 始终都没有摘下来过 顺着这个逻辑 会发现荒木在给人物做服装设计的时候 为了达到角色辨识度足够突出 我们会发现他用到的最多的一个技法 就是重复 重复是设计常用的一个技能 重复的使用一个元素 会让作品更加有整体性和凝聚力 以及刺激读者的观感 比如义太这个人物 荒木就抓住他名字里 义不断的重复 所以他的服装就都是钱钱钱 智昌卫启龙是一个万星人 那么衣服上就画满UFO ET小星球之类就行了 暗面路板的替身是天堂之门有毒血的能力 结合他画起他身份 所以他刚比的笔头 也就成为了他无数的服装里 唯一一个不会改变的元素 就像成太郎一样 这也是重复的一种 事实上荒木对于重复的运用 已经是走火入魔了 他最爱的其实不是什么钱和外星人 或者刚比什么的而是爱星 我们都知道荒木是一个摇滚迷 看这张来自美国摇滚歌手Prince 在1992年巡回演唱会的造型 就知道他在上面汲取了非常多的灵感 比如五桥和布姐好像就直接抄了 但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其实是四桥东方丈柱 他的辨识度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是他的发型 对不对 没有错 但更准确的说 应该是他身上重复使用的爱星 你看右边领子两个爱星 胸口敞开一个爱星 旁边又别了一个 就连他的发型其实也是一个爱星 这种对金色饰品的想法 应该是他来自对范思哲的喜爱 而他的替身就更加夸张了 不仅同样头顶爱星 仔细数一数从头到脚 到底有多少颗爱星呢 不仅是单个人物 事实上啾啾整个系列 都在用无数的爱星刷屏 他除了出现在衣服上 替身上 甚至在头骨上 真的是骚到骨子里了 他就是爱把自己喜欢的元素 不断地重复重复重复叠加 让他的风格更加鬼畜魔性 最终的结果就是读者难以忘怀 以上就是荒木在做服装设计时 又一大不同意其他动漫的奥义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最开始提到的问题 荒木的服装设计 真正牛逼的地方在哪里呢 是的 他在卢浮宫出过展 与古池做过两次联名 但出展是对荒木整个艺术造业的肯定 联名就是互相蹭一个热度 除了单品也是根据现实穿戴做了收敛 没有漫画那么夸张 但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像漫画里面那些浮夸的剪裁 高宝和颜色 与民作的借鉴 其实在很多服装设计学生的闭设里面 是屡见不鲜的 就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 荒木服射出身的问题 在被问到是否有梦想过 当一名服装设计师的时候 他其实自己也有表示过 所以荒木一直以来都是以漫画家自持 而不是什么服装设计师 这个是签词也是事实 服装设计师要考虑的是 在美观的基础上 穿戴舒服如何卖出去 而漫画家则需要考虑如何赋予角色足够的辨识度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刚才我们也分析很多了 得出的结论是 JoJo的服装根本不是用来穿的 而是服务于角色的 是一种内在性格的外放表现 所以他并没有我们现实社会中的美丑之分 JoJo的服装牛逼就牛逼在这个地方 不管JoJo世界里面的人打扮的多么异类 你都找不到任何一个角色 对另外一个角色的外在指指点点 JoJo的服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 淡化性别 淡化性别除了体现在服装设计方面 最多的则是在让JoJo彻底火出圈的JoJo力 我们先继续讲辐射方面的 淡化性别这一特征被最淡化发挥 是在第五部黄金之风 这一部的背景是在极具男性色彩的 意大利黑手党下展开 原本这样的背景是最适合荒漠 以前那种棱棱角角的肌肉男化风的 可他偏偏把这一支六个身材纤细的男主 变成了女装大佬 给她们加入了传统观念下 极具女性符号的衣着元素 破洞和交叉线 这种反差感在其他动漫作品中并不多见 就算有也是搞怪的 但JoJo其实是非常严肃的 五桥、布姐还有暴躁老格的胸口或四肢的裸露很明显 布姐的内搭也来自女性蕾丝诱惑 透视挑逗激情情绪内衣 而小飞机那铺有SM风格的项鞋与上衣 米斯塔的交叉纹路路奇妆 以及查哥的交叉绑带猎胸装结合紫色唇釉 说真的要是她们不张嘴说话 我绝对分不清她们是男是女 虽然但是看过的都不会觉得她们娘炮 她们真的就是一群穿着最女的衣服 做了最man的式的黑手党 最终的结果是荒木既没有女化黑手党 也没有改变女装 她就是偷偷摸摸的模糊了服装与性别的界限 让你根本没有办法在JoJo这部作品里面 光靠服装又准确分辨角色的性别 我觉得这其实挺牛逼的 佐证我这一观点的是后来石之海的安娜苏这个形象 荒木她自己都承认了 她想要通过安娜苏这个角色来塑造一个雌雄同体的形象 她是超越性别的存在 有一说一 首先我是一个直男 但我真的觉得安娜苏真的超级帅 这飘逸的粉色头发 这冷酷的小眼神 这性感的粉唇 我是真心很厚很厚 才注意到她的衣服原来这么奇葩 上半身性感的交叉线 下半身一个小裙子 长筒裤袜 绝对领域 但还是无法动摇 我觉得她帅爆 除了迪奥之外 我第二喜欢的是迪亚波罗 第三就是这位安娜苏了 JoJo最强的地方是 她证明了一个动漫能否成功 不需要故意去迎合大众审美 去画美型的角色 而是故事本身 接着就是我们最后要聊的 JoJo力 JoJo力和荒木的辐射 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 因为JoJo力本身也是不分男女的 很多看起来 块头很大很man的男性角色 基本都是在女性 阿娜多次的体态里呈现 娘炮吗 不觉得 为什么大家都能够接受了 这个就是荒木神的地方了 JoJo力是完美融合了 男女性别之后的再结构 重新定义阳刚 与阴柔之美的一种状态 还是屌业他这张标志性的 搔手弄自的动态 来自插画师托尼维拉蒙特斯 笔下了一副非常诱人的女性 在男性视角下 这个女人隔着乡间 预备对你投来了不可抗拒的视线 荒木将这种秀色可参的吸引力 投射到了迪奥身上 把迪奥设定成了一个 精美绝人的人间有物 一位超凡脱俗的神明 事实上这一整季的动画 也不停地在用这个角度 去强调 这个美的无可救药的男人 在男性视角看 他的性别就会被淡化 连男人看来都想上他 而佐证我这一说法的 同样在石之海 刚开始我以为 他与普齐的关系 可能真的就只是朋友 后来这一幕让我更加确定了 他们的确是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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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好 最后总结一下 JoJo牛逼的地方从来不是他的设计 而是荒木在当下审美如此统一的时代下 能够借由一种怪诞的画风 给观众带来更加多元的审美 他能够消除性别的障碍 而不让观众感到突兀 他描绘了一个根本不存在性别 甚至种族歧视的社会体系 他让一切都看起来如此正常 我想这才是荒木笔下JoJo 呈现的如此怪诞的终极原因 这难道不比西方那些让人恶心的 真正确高级的多吗 要聊JoJo美学其实可延展的地方有非常的多 我们已经讲了JoJo的奇妙配色 和JoJo的服装设计以及JoJo的力 那么接下来可能我还会在 JoJo的替身的设计方面 做一些其他的研究 有兴趣的可以持续关注 多谢大家 那么我是BA 拜拜